我们上节课呢 把发布的一个页面展示 我们去实现了一下 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功能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去把它实际的功能 我们去给它实现出来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在点击发布的时候 把我们输入的内容 传入到我们的数据库里 跟我们相应的文章 去进行一个匹配 那么我们就直接去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呢 我们先去戳念一个云函数 在cloud functions里面右击 新建云函数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update 叫comment 然后去创建 云函数创建完成之后呢 我们还是老样子 先去声明一个我们数据库的引用 uni.cloud.database 然后呢 我们再去声明一个聚合操作符 等于db.comment 点argument 然后呢 这次我们再去声明一个查询条件的一个操作符 我们叫dbcmd 等于什么呢 等于db.comment 我们先去声明呢 这三个内容 然后再去实现我们的具体的云函数 云函数这里 我们要去发布评论呢 首先我们会接收客户端传回来的一些参数 参数呢 我们去声明一下 等于什么呢 等于event 我们会传输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肯定是要传输一个用户id 是哪个用户发布的评论 然后第二个呢 articleid 是我们要给哪个文章去发布评论 然后会有一个content 具体的就是我们发布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给它注释一个 这是用户 用户id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文章id 这是评论的内容 我们接收到这些参数之后呢 我们去获取第一步 我们先获取user user等于 avert 一个db.collection user .doc userid 我们把userid拿过来 获取我们当前用户的一个用户信息 然后.get 实际上去获取 拿到我们的用户信息之后呢 我们user等于 等于什么呢 user.data 0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取用户对象 用户对象我们获取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它去声明一个对象 叫comment.object 我们去封装一下 我们评论都有哪些内容 我们评论我们要把它评论在哪里呢 肯定回到我们的web控制谈 我们是要在我们的article下面的某一条记录里面 我们去插一个comment的一个字段 在字段里呢 会有我们一些评论的内容 那么我们评论内容 我们都会有哪些呢 我们把这些内容 我们去给它写一下 首先我们先定一个comment-id 我们首先需要一个评论id 评论id是什么值呢 我们先暂且保留一下 一会我们会去说这个内容 我们现在只是把所有我们评论需要的字段 我们去给它规整一下 然后我们还会获得一个什么内容呢 我们这里是comment 我们的单词拼写错误 第二个那就是我们的一个content 我们的评论内容 然后给它一个create artime 给它一个创建时间 然后呢 是我们的一个作者信息 author 这里面就是一个对象了 我们对象里面会写上我们的当前评论的一个作者 那么它都有哪些内容呢 authorid 这个id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获取了 我们就是user.id 这是作者id 然后呢 会有一个authorname 那就是一个user.authorname 作者名称 然后是一个author user.author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作者的头像 然后会有一个professional 是我们作者的一个专业 就是user.professional 专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前段工程师 我们还是java工程师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professional 像这些字段呢 基本上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评论内容 其实呢 我们还丢了一个字段 我们叫rreplies 我们的一个回复字段 我们给它一个空数组就行 然后我们需要去怎么做呢 我们实际上就去更新我们的内容 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容呢 更新到我们的article的数据表里 但是我们会发现呢 这里上面的内容我们还是空着的 所以我们要把上面的内容 我们去给它加入进来 先看我们的id 其实id呢 现在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所有的id之前是系统 帮我们自动生成的 但是我们的comment这个字段呢 是在我们某一条记录里面 它是不会自动生成id的 所以我们要去手动给它生成一个id 那么呢 我们就去手写一个方法 function 我们去生成一个简单的id就行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开发中 我们生成的id可能会比较复杂 所以在实际开发中呢 我们要具体的去怎么生成 这里呢 我们就简单的去给它处理一个id就行 我们这里呢 传入一个length 我们要输入多长 然后呢 我们先是一个math.random 然后我们去给它来一个随机数 然后获取之后呢 我们把它转成一个stream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截取一下substream 那么我们从第三个开始 然后呢 把我们的length给它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 我们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date.no 我们加上一个时间戳 加上时间戳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转回成我们的一个number 我们写一个number放在这里 最后.to.string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36 这样的话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可以实际上去实验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成的id对不对 我们回到我们的浏览器里 我们直接在这里呢 我们把方法输入到这个控制台里面 我们敲灰车 那么我们输入这个jenid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随机的id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直接去给我们付到这里 给id 然后呢 我们给它传一个5就行 内容哪里来的呢 内容是从我们客户端传进来的 我们直接给它放到这里 然后时间呢 我们只用一个new get 第二get time 这样我们获取一个时间戳 我们返回客户端 然后在客户端我们再去处理时间 为什么我们要获取一个时间戳呢 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云下数里面去处理时间的话 它跟我们实际的时间呢会有一些差距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在这里去获取一个实际的时间 时间获取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去更新我们的数据表 那么我们这里呢就直接写db.collection 然后article.doc doc是谁呢 就直接传入我们的文章ID就可以 然后呢是update commons 我们要去更新这个字段 如果这个字段它没有的话 就会给我们自动去追加一个 然后我们使用dbcmd. 因为它是数组嘛 所以我们按shift 在我们数组的最前面 把我们这些内容呢 去给它插入进去 保存一下 然后客户端给我们返回什么呢 我们给它一个code200 然后msg等于什么呢 数据更新成功 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去测试一下 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云害数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先在我们的云害数上面呢 去配置一个运行测试的参数 同样我们去拷贝一个UCID过来 把UCID给我们的文章ID呢 全拷贝过来 看一下我们be8 我们这个文章是哪一个 文章呢 be8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文章 我们看一下 去给它添加一个评论 看会不会成功 这里content 我们还传入一个什么呢 传入了一个content 评论 评论成功 我们加这么一条内容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就三个参数 然后呢 我们去运行一下 上传并运行 我们等待运行成功 看一下我们的结果对不对 然后可以看到返回结果呢 code 200 我们现在书写的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跟我们报错 然后回到我们的控制台 我们去刷信一下 可以看到呢 这里就已经成功的 去给我们插入了一条评论 然后这里都会有什么呢 有我们的作者信息 作者ID 作者名称 包括我们的一个专页 现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内容 评论成功 然后我们的评论ID呢 这里也随机插入了一个ID 然后创建时间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实验车 然后会有一个回复 回复呢 我们是一个空数组 这样的话 我们就成功的去创建了一个回复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把这节课创建的云环数 实际运用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我们在发布里面去测试 并且把我们回复的内容呢 显示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欢迎订阅